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戴安娜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發力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戴安娜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袁醫生現在甲狀腺的問題越來越普遍 那些人又稱之為大項拋 我知道某個藝人做完手術之後 經常要用圍巾圍著頸 是的 因為他有一個疤痕很明硬 即頸裡有疤痕 你看到他 他通常會戴著一個 我叫做neckband 一個這樣的一條絲帶 或者戴著頸鏈 來掩飾那個疤痕 也有時看到 除了大項拋 有時看到眼睛凸得很厲害 是的 有時其實都越來越多 好了 其實看到了多少呢 我跟大家講講 原來甲狀腺的毛病 可以說我們近代的一種叫做沉默的流行病 原來在英國的數字 就差不多每一百個人 有一個人在英國 有一種叫做甲狀腺低這種毛病 而很多人就是 總之有這個問題 一是不自覺 那當然覺得的人 就是不太妥 也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樣 另外有一個調查 在英國的百明漢 那裏 他發現 55歲以上的人 差不多 在六分之一 即六個有一個 都有這種叫做甲狀腺低這種毛病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英國的數據 那是一個 那但是在其他國家 譬如在美國 那其實呢 這個問題呢 都差不多那麼多 好了 那我曾經所講 是甲狀腺低 那當然呢 還有另一個甲狀腺的問題 就是甲狀腺過高 OK 甲狀腺高高到什麼地步呢 既然呢 在有一個醫學雜誌 也在英國的醫學雜誌裏面 那個調查發現呢 他說呢 是很多人呢 在死後呢 發現呢 差不多一半的女性 和四分之一的男性 在英國和美國呢 死的時候呢 都發現呢 他的甲狀腺 是有些發炎的跡象的 那就是說呢 甲狀腺的問題呢 似乎是很普遍的 是喔 一半的女性 和四分之一的男性呢 在死後呢 在解剖裏面 發現呢 他甲狀腺有些發炎的問題 好了 簡單來說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那個甲上腺 那個那個 就是那個普及性 雖然有些地方那個 我所謂的癲質 都相當充足的地域也好 甲上腺的問題呢 差不多呢 是每一百個人有一個的 都很相似喔 每年 每年一百個人有一個的 這個是相當之 嚴重的這個問題來的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那麼多人有呢 那其實呢 我們都開始 就是 在那裡 探討 可以這樣說 挺頭痕的 其實現在很多的病 是在過去 不是那麼流行的 是近代突然之間多很多的 我知道呢 甲上腺的問題呢 我們通常呢 是一種叫做自身免疫的問題 就是自身免疫的毛病呢 就是我們身體呢 不知道什麼原因都好 開始自己 攻打自己那個身體的細胞 比如他攻打自己的甲上腺 那麼令到甲上腺呢 就低了 是吧 那麼也都可能呢 在攻打過程呢 就令到他出現發炎 那麼就開始甲上腺呢 就甲礦了 那麼其實呢 都不是很多人了解到什麼事的 那麼但開始有些人呢 會懷疑呢 可能因為敏感呢 也都可能因為我們那個環境那個問題了 環境污染的問題了 那麼 那麼還有一個 就有一個研究發現呢 其實呢 原來呢 我們甲上腺的問題呢 是原來和我們那個食水 我們食物裡面呢 鹽裡面呢 加了很多的癲質的 喏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很多時候呢 為了一種的問題 一個表面的問題呢 我們要做一些 採取一個政策 那麼反而這個政策呢 最後呢 是出現了 是不良的後遺症 那麼大家可能都聽過 是糊啦 食水加糊啦 那麼其實糊呢 是一個 是一個致癌的物質來的 那麼很多國家呢 都開始呢 就是那些市民呢 都要求政府呢 就不可以將食水裡面加糊的 那麼其實癲呢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在很多國家的政策呢 是將我們的鹽裡面呢 是加一些癲在那裡的 因為呢 有些地域的那些人呢 是因為呢 它就是在離開那個海洋啦 那麼就沒有那麼多海產的食物啦 譬如魚啊 那個海帶啊這類的呢 那導致它們是癲疾 就缺乏 然後出現一種 我們一種叫做 驅域性的大頸泡 那麼這些情況是出現過的 那麼但是呢 因為這個這樣的案例呢 那麼政府呢 很多時候呢 就沒有理沒有理啦 就是所有我們的食鹽裡面呢 都加了一些癲在那裡 那麼希望呢 是不會有這些這樣的 大頸泡這些問題出現 那麼大問題呢 這樣的加法 這些這樣的 在我們的食鹽裡面 加一些癲呢 其實呢 是導致什麼呢 導致很多的甲上線的問題來的 那麼就是說呢 其實呢 甲上線的最近的資料發現 原來甲上線 為什麼突然之間多那麼多呢 其實因為我們的政府的 錯誤的策略呢 是在我們的食鹽裡面呢 是不是都加了一些癲在那裡呢 導致這些問題呢 譬如 有一個地方叫Galicia Galicia Galicia 是一個西班牙一個半島裡面 一個地方的 那麼 他們那些人呢 差不多人人呢 飲食那些食鹽呢 都是有那個 有加到的癲在那裡的 那麼發現呢 在這些地方的人呢 那個甲上線的 那個甲上線 那個甲礦這個問題呢 是特別高的 尤其是在女性那方面 好了 那麼 在一些我們叫做 長期的 自身免疫的 那個甲上線炎 那麼通常呢 在什麼地方出現呢 通常呢 在一些地方 他們吃那個 吃那個 那個癲質 是越高的地方呢 就越有這個問題的 譬如是美國啊 和日本啊 那麼發現呢 這個問題呢 是特別特別特別多的 那麼 那麼 就算有些地方 就是他本身 可能呢 癲癲的那個 那個元素呢 比較少的啦 但是呢 如果你是將那個 那個食鹽 交到癲癲 他發現呢 這些這樣的 那樣的 甲上線的問題 有一種叫做 grave disease 這種也是甲上線過高 跟著變回低的呢 是會差不多是增加了 成三倍那麼多的 那麼我們看到呢 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在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這些的 食鹽裡面加了癲質呢 是令到很多地域那些 那些人呢 是出現的甲上線 就是抗高 過多的問題的 那麼 那你也都 大家知道啦 其實我們現在的 接觸的癲質呢 癲呢 不是只是那個 在那個 食鹽裡面加了下去的 嗯 其實很多其他的東西都有 譬如那個 那個 紫咳藥裡面 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消毒藥水啊 很多藥物啊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 是我們做那個造影啊 那個那個 對比的造影裡面呢 都會導致呢 很多時候呢 是導致我們那個 那個甲上線過高 或者過低 這類的問題的 那就是 這個問題呢 就可以這樣說呢 好似我們過去那個 因為那個 食水加乏 食水加乏呢 是導致呢 很多人的那些 牙齒方面呢 是出了種 骨質呢 開始出現 有那個 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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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甲狀線呢 是一個什麼 器官 是什麼 扇體來的呢 它有什麼功用呢 那其實甲狀線呢 是一個 一種扇體 一種內分泌的扇體呢 是我們那個 頸 我們的頸前部 下面那裡 好像一個 煲胎型的 一個細小的 煲胎型的 一個扇體來的 那通常呢 這個扇體呢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摸得到的 就是它正常呢 你是不那麼容易摸得到的 但當它有少許有問題了 或者 漲大了 有發炎 那你才開始 一看到它凸出來 才開始摸得到的 好了 那那個 甲狀線呢 在我們身體呢 可以說呢 是身體我們 的條理 我們的身藤代謝的 一個 就是 調教我們身藤代謝的 一個 一個 是 那當然呢 會調教我們身體的體溫 我們的身體那個 能量的 那個 的應用 那在小孩來講呢 是控制他們的 成長的 所以有些小孩 如果是有先天性的 甲上線不足 那會導致 有一種 一種病叫做 Kretinism 就是它比較 小顆的 是不成長的 好了 那通常呢 這個扇體呢 就會產生有 兩種主角的 荷爾蒙 那第一個 叫做 Phyroxene,Phyroxene,Phyroxene我们也叫做T4,T4,Triiodophironin,这个我叫做T3 其实这两个荷尔蒙都是受控于我们脑下垂那个Pituitary 那个线体里面产生另外一只荷尔蒙,叫做P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刺激我们的甲上线荷尔蒙,我们脑下垂体里面有这个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是刺激我们身体的甲上线本身是产生T3和T4这些荷尔蒙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恒温器,如果是甲上线的高的时候 我就出现那个甲矿也叫做Phyroid Toxicosis,或者是甲上线过高 那就是说,身体是过度生产这两种荷尔蒙的 那你会令到你的身体的新神代就很快 令到你的身体的很多心跳会加速 那个身体的用能量也都会加速 那会导致个人就会很消瘦 那但是呢,在一些我们叫做甲上线过低 是叫做Hypophiroid的时候 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呢 这两种的T4,T3,这两种的甲颗尔蒙 其实是不够的,或者可以说令到我们是太慢的 那导致我们身体有一种缓慢的那种感觉 我们那个蜜薄会降低 那人就有一种一种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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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身体就受伤我们的脑袋也是的 那通常也都其他症状呢,皮肤比较干旱 还有那个头发呢,比较干旱出现的问题 好了,那我们其实呢,今时今日呢 我们医学界呢,都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什么导致我们甲上线呢 突然之间呢,就是发了癫,就是乱了龙呢 而导致呢,是一种叫做自身免疫这个问题 那自身免疫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身体呢,就是开始是攻击 就是它攻击自己的身体的细胞 那甲上线各高,有一种病叫做Grav disease Grav disease 那这种的甲上线抗粉的病呢 就是我们身体甲上线呢 就有很多这些白血球的细胞是侵入了去的 那这种白血球的细胞呢 是渗透入我们这个甲上线素呢 是产生这些抗体呢 是对付这些甲上线的细胞的 那最后呢 就是导致我们的甲上线呢 是过度呢 是生产这些叫做 甲上线Sophiloxin 那这种叫做Grav disease 另外一种叫做Hashimoto Hashimoto disease 其实呢,早期呢 就好像Grav disease 那样的,但慢慢地呢 当这些抗体呢 开始呢 就是令到我们的甲上线的细胞呢 开始呢 是差不多可以说呢 是毁灭了它 就是破坏了它 那最终最终呢 就是出现一种甲上线低的症状 那就是Hashimoto呢 和Grav disease 早期都是过高的 但到最后呢 Hashimoto 变成了一种过低的 那样的 那 也都有些情况呢 但是我医学界呢 都认为会不会 在这种甲上线的问题 会不会是和那个遗传因素有关呢 那样的 但是呢 现在的 越多资料呢 都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很大的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刚才说过呢 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的那个 食盐里面呢 就是普遍呢 是加了很多癫痣的 那就是说呢 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会导致呢 那个甲上线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那我们发现呢 其实不需要很多的 多一点的 那样的 那个甲上线 那个元素呢 是每日呢 是多几个mg 每日呢 都可以令到你那个 甲上线呢 是过高或者过低的 好了 那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会导致我们那个 甲上线出现的问题 那比如药物 Lithium Lithium 一种镇定剂来的 通常呢 是医的那些 医的那些 医的那些 叫做 抗痒症 操抗屈症 Many Depressive 这种问题 那这个呢 很容易呢 就在长期用 使用之下呢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用者呢 都会出现那个甲上线 慢慢变低的 好了 那做一种药呢 是一种 心脏病的药,叫做Amyl-Darren 这个也是出现一种,令甲上腺过高或者过低 通常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到 18个月之后非常之容易多 做一种情况之后,会导致甲上腺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出现肝炎 肝炎,现在的传统对抗性医疗西医所用的 就是用一些干扰素,Interferon Alpha 这种药在长期使用之下,都会导致影响我们甲上腺的问题 种一种的,差不多是常用的,常见的药物 就是我们那个,是酱胆固醇的药 这个也可以导致甲上腺出现过低的问题 除了这种药物,还有我们的环境 还有我们的食物里面加了太多癫 原来情绪是一个导致甲上腺的问题 比如有家粮有亲人死亡,或者是那个 那个屋离婚,这些这样的压力之下 其实都很多时候都会导致甲上腺素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射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日本的复射 复到这个出现的问题 很多人都开始想做一些,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 因为始终我们身体的复射 很多时候是容易襲击我们身体的复射器官 发现在美国,我们曾经知道1986年 Chanoble,苏联当时其中一个附属国 出现这个核电厂的摧毁了,melt down 最后发现很多的审人,就算是美国远至美国 都开始出现复射线这些问题 好了,还有一个成因,就是我们食烟 食烟多人都会导致我们叫grave disease 这种,或者减低我们复射线的功能 其实可以这么说,任何的疾病 当你病,或者我们开刀的那种压力之下 都会影响我们复射线,和我们脑下垂体 Pituratory的功能 很多时候,有些人做了手术 突然间发现复射线好像慢慢偏低 很可惜很多医生很急速,急不代及 就会变成复射线的药物 结果导致病人一生都依赖了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在手术 或者在压力之下出现那个甲状线 比如T3的荷尔蒙突然间会稍微升高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第一种在紧急状态 很可能是一种救急的步骤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太早去医疗医疗 因为身体是一个正常的适应的反应 好了,在现代的医疗里面 通常,他们都是很快 一见到甲状线高,都快去企图抑制了它 为什么他们呢? 因为他经常有一种担心 有时候出现一种叫做 Firoid Storm 甲状线的暴风雨 我们甲状线是突然之间爆得很厉害 会出现心跳得很快 还有高消,神分尖语 他人可能脱水和很焦躁 这个可能会导致对性命有影响 但当然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 但始终一般的医生 他们永远都是看问题最差的那方面 很多时候可以说太早去进行一些治疗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这些甲状线高的问题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是慢慢地自己会痊愈的 就是你不需要太急去搞它 应该是给多些时间观察一下 尤其是有某种因素去解释 为什么当时我们甲状线突然之间高 好了,孕婦也是,我们经常遇到这些情况 孕婦就甲状线出现问题 他太过急去用药物去处理 结果是会伤害胎儿的问题 依你刚才所说 甲状线有问题的人可能会消瘦 可能心跳很快 肌肉体 rival也是在头發貌 Community 雲害皮肤干头发肤燥 这些是表面症状 那其实有准确点的浢波浴 可评认把胭状线有问题了 那面也知道了 因为很多人是有胭状线低 what's up with 即是不太 MD 所以很多时候医生会有时候例行 都会帮你测一下甲肠腺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通常就是测荷尔蒙这三个 T4, Phyroxen, T3, Triiodolfironin, TSH 这三个是基本的荷尔蒙 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这些测试只能测试我们血液里面 因为我们是抽血的 我们看血液里面有这些荷尔蒙的到底有多少 但这不是代表我们的身体能不能用的 有时身体有血液里面有荷尔蒙 不是代表身体能用得对不对或者是否懂得用的 我们也说不到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 其实每个人需要多少荷尔蒙才足够 所以这个测试本身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些测试通常是基于一些 所谓叫做一组人里面的 所谓叫做正常的甲肠腺功能 但其实这个指标都可以说是比较松懈一些 因为有些人虽然测试出来是正常的 但可能这些人是需要比较高一点的荷尔蒙水平 才能够有效地运作的 也有些人测试出来可能是比较低的 但这些人其实已经足够他应用了 加上这些甲上线这些荷尔蒙的测试 就有些问题了 通常如果你用T3、T4 插出来都拿不到结论 通常就做TSH TSH其实有很多种技术去做这个 有些是比较准确一点的 有些叫做Chemoluminescence 或者Immuno Radiometric Test 这种这样的技术 比较上是比较准确一点的 好了 有的时候 譬如我们看到我们甲上线 摸到有一块肿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加上超音波底下 看看会不会是一种癌症流种的问题 好了 但这些测试 可以说 有很多其他身体的问题 会导致这些荷尔蒙 譬如T4 Viroxin 是会不准确的 那什么问题呢 譬如这个病人是怀孕的 或者是在吃病人丸 或者当时就是断食 折食都很厉害 或者是经历过一种慢性的疾病 或者M.E. Myalgia Encephalitis 就是一种长台的肌肉疲劳症 或者有时候有些 有腎毛病的病人 也都可能因为那些人 吃了一些 雷固醇 或者那些Androgen 那些男性的荷尔蒙的处理 也有很多人 因为吃了一些 雷固醇线素的荷 其实这些都会导致 我们这样的测试 其实会出现问题 不太准确 嗯 原来是这样的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我们今天的题目 甲状腺 如何用自然医疗去处理呢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 如何我们可以用自然医疗去处理甲状腺问题呢 刚才医生提到夹状腺问题是可以用测荷尔蒙的方法去找出个问题 但是这个测试不是那么准确的 其实有什么准确的方法可以测到夹状腺问题呢 从大家都说过 我们测过血液的荷尔蒙 只不过说血里面到底有多少夹状腺荷尔蒙 但是不说身体能不能用它 还有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到底要多少才足够 那好了 有一位医生叫Dr. Broder Barnes 这位医生在未成为一个测试之前 他研究了甲上线数35年 他最后提出一个方法 他说很多时候甲上线的问题 血的测试看不到 那就用一个更加简单 但更加有效的方法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BBT BBT就是Basal Body Temperature Test 即是身体体温的测试 那这个测试是怎样做呢 通常呢 就 早上一起床 一起床 即是不要这样移动 不要走来走去 做其他事情 一起床的时候 你一抹大眼醒了 就开始呢 就将一个温度的表 就是用咄痘底浆 要测试十分钟 你知道一般人呢 在口肯浆大概三分钟 那他真的用咄痘底浆十分钟 那为什么用咄痘底浆不用口呢 因为呢 口肯呢 可能因为有口肯 比如有其他的毛病 比如牙周炎 或者有牙齿问题 或者喉咙发炎 那这个会导致我们的口肯的温度会增加的 那所以呢 他就不用口肯来浆 他只不过用咄痘底浆 那当然呢 要用十分钟的时间 那什么是正常的温度呢 在那个咄痘底浆出来的温度呢 正常应该 摄氏应该三十六点六 到三十六点八 那很少的 那所以你找这些 那个温度计的时候呢 你要看真的 那个 他那个 那个单位呢 要点几点一 点二点三 那摄氏呢 那摄氏呢 就三十六点六 至三十六点八 那那个华氏呢 就是九十七点八 到九十八点二 那就是呢 这个是叫做正常的 如果所有 如果是低过他的呢 就是可以说呢 是代表我们身体的甲上线数低 如果高过这个温度呢 是代表我们身体的甲上线数是高的 那就是这个一个 那就是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 是好处呢 我觉得呢 是比测试一些 甲上线数低的人 而不知道的人有用点 因为甲上线数低 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反而甲上线数高呢 会有很多症状 心跳啦 炎症啦 食欲增加 体重削減 之类之类 但甲上线数低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很多人呢 起码百分之五十个人呢 是有这个毛病 是不自觉的 好了 那我们呢 就要用这个简单的早上 有十分钟 甲垃底量的方法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 就是恒经的女性呢 那通常的选择的时间呢 最好就是 旌旗的一周里面 第二第三天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 我们身体排卵的时间 排卵之前 排卵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的体温是会有高有低的 那所以呢 如果还是有恒经的女性呢 就最好呢 是选择呢 是那个旌旗的第二第三天呢 进行这个这样的测试啦 好了 那当然啦 我们也刚才说过啦 就是很多其他的症状都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看到呢 到底那个 就是那个 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 但很多时候呢 我们甲上线的问题 是很相连的 譬如我们那个甲上线的刺激TSH呢 那甲上线刺激荷尔蒙呢 是和我们身体的性荷尔蒙呢 其实都是由我们那个脑下垂体 来到调理的 那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女性呢 有其他性荷尔蒙那方面的不平衡呢 很多时候呢 也都会 导致有甲上线的问题的 那再如果其他荷尔蒙处理了好呢 那我们那个甲上线问题呢 都可以从而是解决了的 哦 那一般的传统西方医疗是怎样医甲上线问题的呢 那其实呢 我们在现时的 我们叫做西方医疗呢 他们的方法呢 其实有三个主要工具的 那第一工具呢 就是用那些叫做 Radioactive Iodine 就是放射性的电 就是用一种 就是用一种复射的方法呢 是杀紧我们的甲上线素的一部分的 那通常呢 这些都是一种叫做 就是Try and Earl 就是试下的 那通常呢 他会吞一些 一些 就是那个 含有那个 131 Iodine 就是一种有复射的那个 那个癫質呢 那就吞用了 那因为呢 我们的身体呢 甲上线呢 是专门呢 是容易呢 是储藏这些这样的癫的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 幅射性的癫呢 就会集中在我们的 收集在我们的甲上线素 那当然这些 幅射性的癫呢 就会呢 在某种程度上 帮我们就是 就是毁灭我们的甲上线素的 其中一些细胞 那这些通常呢 在这些所谓叫做 那个甲礦 那我们就要认为它 太过活躍啦 不如在杀紧一部分啦 那这样 那通常呢 我们会做了这个治疗之后呢 希望呢 两个月到五个月之间呢 我们的水平呢 就会正常化啦 那但是事实上呢 这种这样的方法呢 就不是那么准确啦 因为也很难呢 是那个 那个 计到一个 一个 对的那个 那个分量啦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就是呢 就会 就是会 我们叫做 把那个甲上线素呢 其实呢 是过度呢 是毁灭了的 那 那变了呢 是变了是不足够的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几年之后呢 一半这些病人呢 是会出现呢 是甲上线过低 是 那跟着呢 你就做了这些这样的 复射癫的治疗啦 那将一部分呢 就杀了 就似乎平衡了 正常了呢 那但是到最后呢 几年之后呢 他就会变了是过低的 那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啦 如果你是当时 接受这个治疗呢 不小心去怀人呢 那这个呢 就挺危险的啦 因为我们那个 那个胎儿的甲上线呢 就很容易呢 是会被这些这样的 复射的癫 是破坏了啦 那出现呢 那个小孩儿的 复尚线低啦 还有一种呢 是Cretinosum Cretinosum呢 是一种 可以感觉 是一种 会导致那个迟钝的 小孩儿因为 复尚线不足呢 会导致这些迟钝的 那所以呢 这种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呢 都是有它的 很大的弊端的 那第二种的方法呢 我通常呢 就用手术咯 手术呢 是将我们的复尚线 一部分切除 就是我通常是说 是夹矿 就是太多 那不如呢 我们在切一部分 那希望呢 它剩下来的 就是做 就是 生产的夹尚线素呢 就可能会不会太多 那就是一部分切掉它 好了 那通常呢 在这种处理之下呢 在初初一言呢 就似乎呢 比那些吞食放射性癫是好一点的 那大的问题呢 这些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不能够回头的 OK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是本身呢 就是有种 就是会自己复原的 很多时候呢 是这样的下呢 我们呢 就会由 过度匯药的 甲尚线素呢 是会变回正常的 好了 那如果你在 用手术 将一部分的 甲尚线素切了呢 当我们的 甲尚线正常的时候呢 就变成不够了 是不是 变成不够了 本来是过高 你切了一部分 但跟着它正常化 就变成不够了 那所以呢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 这些这样的 接受手术的人呢 有五分之一呢 最后呢 是产生的 甲尚线素不足的 那之后 你可以看到呢 他那个成功率 是真的好一般的 那有一个研究呢 大概八年的研究呢 他发现呢 只是做了这个手术的病人里面呢 只是百分之三十呢 那个甲尚线素呢 可以可以正常化的 那而百分之十九呢 十九个percent呢 是仍然是过高 而有四十一个percent呢 是变得过低的 那就是呢 用这些手术方法来调理呢 其实呢 那个成绩是真的一般的 那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那个抗甲的 抗甲尚线素的药物 是不是 那通常呢 这些方法呢 就比较慢一点 是不是 就是不像开刀啊 幅射那么快 那我也都 就是要一个 就是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要复食一段长的时间 那当然啦 最后那个问题呢 如果是出现那个 百分线素不足呢 都会导致呢 要长期服用这些甲尚线素的 那通常呢 那些医生呢 就会用这些药呢 Spinment type 麦菲黑 mêmes药呢 是卡比赎所有呢 那三种药呢 目的呢 都是呢 是抑制我们甲尚线素 制造的荷尔蒙的 那麦 其中呢 麦菲切瑟苔呢 是最厉害的 可以这么说呢 是给其他一个 他á propylfile evil 最余是强10倍的 但这些问题就算这样的方法也好 其实都有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 最主要的后遗症就会出现一种 突然之间白血球的细胞突然之间减低 叫做Agranulocytosis 就是突然之间白血球是突然之间降低 通常会出现发烧,很累,很可能肝门、口看和阴度会出血 这是白血球的后遗症之一 另外一种叫做Lucopenia 也是白血球的细胞的数目也减低了 也有种情况是我们血小板减少了 就很多时候容易出乳血 身体无端端很多皮下的微脂血管都出乳血 也有一种叫做Aplastic Anemia Aplastic Anemia就是我们骨髓是不能够再製造红血球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挺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些会破坏我们骨髓做血的药物 亦都是对我们的肝是很毒的 是很毒的 有时候因为吃这些药物 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肝炎 甚至乎是一个致命的肝病 是可以因此而引发得到的 所以这种这样的方法 其实讲真来讲 是长远来讲 其实效果都是强差人意的 在我们的总绝 我们的过去用这种方法的药物 其实很多时候病人 因为他自己康复之后 你已经把甲肠腺的腺体已经破坏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长期服用甲肠腺素 这些很多时候吃多久呢 可以这样说是吃一小的 所以你看到处理甲肠腺的问题 其实都挺大问题的 在我自己的诊所经验 很多时候病人第一次就是先吃药物 吃药物一段时间 例如半年 几个月 他就觉得好像控制了 接着他就停药了 停药似乎就好几个月 半年 一年 接着又发了 接着又再吃药了 又吃药了几个月之后 又好像又控制了少少 但是如是者 试过两三次服化 他发现都不行了 接着还开刀 但你知道呢 像我刚才说的 一开刀之后 很多时候就变了 甲肠腺变得过低 是长期需要服食甲肠腺素这些药物 袁医生 听你所说 刚才那三种方法 都是有很多后遗症的 其实自然医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处理呢 其实在自然医疗 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呢 是处理这个甲肠腺的问题了 首先我讲讲 譬如甲肠腺过度会弱那些 第一我们要想一下呢 就是我们身体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减压 就和大哥说过 很多时候呢 压力 我们最近有好几集 讲其实很多病 都是跟他们压力有关的 有时情绪方面 因为婚姻的问题 或者家人有亲人死亡 那这些有时呢 都引发那个甲肠腺的问题的 所以第一呢 要将日常生活里面 尽量减低的压力 每天呢 最好呢 就是睡多些 甚至乎在日平日呢 日间呢 都睡一觉 那每晚呢 记住呢 要睡足 要睡觉很重要的 那 第二呢 就要 就是要吃烟 吃烟的 不好吃了 咖啡因果 这些刺激的物质 要全部是减了它了 那第三呢 譬如有很多些 含有滇质的食物 譬如很多 海带 或者有滇质的盐 或者海盐 很多这些 海带 紫菜 那些 这些食物呢 因为滇质比较高 都要割掉它 是 好了 那还有呢 因为我们那个 甲高的人呢 他生存代是比较快些的 那所以呢 在食物里面呢 我们那个卡路里 要增加多些 其实吃回多些 蛋白质要吃回多些 那还有呢 最好呢 就是小食多餐 吃回多多多多多餐的 小食多餐 那因为呢 抵消回我们的甲上线素 过高 燃烧得很快的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 压力方面处理 那其实呢 在中草药方面呢 其实也都有一些 草药方呢 是帮助这一类 这样的问题的了 那但是西草药呢 也都很多啦 那譬如我们有一种 叫做 叫做 Gypsy ward Gypsy ward 是可以这样的 吉寶菜 吉寶菜物汁 即吉寶菜的汁 拉丁文呢 叫做 Lycopus europeus Gypsy ward 那这个一种是 帮助我们 甲上线过高的 那有个叫 Bugleweed Bugleweed 应该是 拉丁文叫做 Lycopus virginicus 那中文呢 我们翻译叫做 筋骨草 那这个呢 也都帮助呢 是会抑制 我们的甲上线 那个甲上线的 新陳代謝呢 和那个释放这方面的 好了 那还有些的 任何草药呢 可以抵消我们的 痴激素的 因为痴激素呢 会令到我们的 甲上线呢 是过度汇药 那个问题会增加一点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是对抗过 甲上线素的呢 就叫做益母草 Moderward 益母草 那益母草呢 亦都可以减低我们的 心跳 那个心跪这个问题的 那德国呢 其实呢 有很多这些 西草药的配方 是一些稍微一点的 甲上线问题呢 在早期呢 其实呢 大家可以首先呢 是试一下 用这些工具先的 好了 那我刚才所说呢 是说甲上线素高 是吧 那甲上线素低的人呢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在食物方面呢 我应该吃多些海带 紫菜 因为甲上线素低呢 很多情况呢 都是跟我们那个 那个癫质 癫质不够那样 那当然啦 如果你甲上线 本身已经萎缩了啦 那你就差不多呢 都要吃那个 甲上线素的啦 要不然呢 你的骨质松疏 这个问题呢 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当然呢 可以吃多些美啦 和维他命D啦 那这个呢 是减低我们 甲上线素 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当然呢 在同流疗法呢 我也有很多疗剂呢 是可以帮助 那个甲上线素低这个问题的啦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无论是个高个低都好啦 那我们都可以吃一些 这方面的食物啦 蔬菜类啦 有些食物呢 我们知道呢 是会引发 我们那个甲上线的问题的 那譬如呢 黄豆类啦 小米啦 和有一种叫做 云台熟的 Brasica 那种族的食物啦 譬如包括椰菜花啦 那个 Cauliflower啦 Broccoli啦 Brussels Brow啦 这些这样的啦 Cali啊 Turnip啊 即是萝卜啊 那那个豆瓣菜啊 Watercress啊 Musser街菜啊 Horse radish 这类的 就是这类的 我们叫做Brasica 这一属的食物呢 就是 其实呢 在某程度上呢 都是可以帮你调理一下的 就是个高个低都好 当然个高呢 它就可以帮你减低啦 那这个是一种 调理的食物来的 那 可以吃多少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 那个Cabbage 椰菜花啦 每天吃 就是吃一半 半个 半速啦 那就可以生食 这个可以控制 这个我们甲上线 调理的甲上线 的问题的 好了 那还有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呢 就是用脊骨神经科的 调理啦 因为呢 我们脊椎的那个 神经线呢 都是 甲上线在脊椎的神经线呢 是我们脊椎去供应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脊骨神经的 我们叫做脊椎的调理呢 某程度上呢 也可以帮助到的 好了 食物方面呢 我们就要有时要避免一些 高纤维的食物啦 因为高纤维的食物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将我们的身体的 荷尔蒙呢 是拔走的 也都是减低它的吸收的 那么也都有很多些叫做 黄酮类的化学物质呢 也都会有些抗 抗 甲上线的活动的 好了 如果你是甲上线高的 那些运动呢 做些瑜伽啦 如果你甲上线低的人呢 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带氧运动 Arobic 这样 OK 好了 那还有一些呢 是有些什么 维他命的抗物盐呢 帮助我们营养 我们甲上线素的呢 比如西啦 Selenium啦 是 星啦 维他命E 和维他命D 尤其是如果你是 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呢 那维他命D呢 是很紧要的 因为你骨髓松疏 这个问题呢 是很容易出现的了 好了 那我还有一些很简单的呢 一种水疗的方法 那水疗的方法呢 很简单的 一种呢 就是呢 冲一个冻冻肉 冻水肉呢 是用花灑呢 是淋我们的两个手臂 只是淋那个两双臂 一天做两次 或者呢 是用一种冻 那个甲上线素的地方 就是用一个冰冻的毛巾呢 就扭干了之后呢 就敷在我们的甲上线素 那当然呢 是用一些羊毛巾呢 是包住它啦 那每天呢 是敷三次呢 每次大概十二分钟 那这个呢 也是呢 是用那个水疗呢 是刺激我们那个甲上线素 这方面的问题的 好了 那还有这个之外呢 有一个叫做 Gromwell 一种紫菜啦 可以帮助啦 还有最重要呢 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同类疗法里面呢 我有很多很多有效的疗剂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那个甲上线的 那我说几种比较小一点的呢 有一个疗剂呢 叫Arania Isobola Arania A-R-A-N-E-A Isobola I-X-O-B-O-L-A 这些是小的疗剂来的 那也都是在临床上呢 是发现呢 是可以帮助甲上线的 问题呢 那还有一个疗剂呢 Hedera Helix Hedera H-E-D-E-R-A H-E-L-I-X H-E-D-E-R-A H-E-L-I-X H-E-D-E-R-A H-E-L-I-X 这些是小的同类疗法疗剂呢 是发现呢 是很帮助这方面的 甲上线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叫做 Lophilum Leandria Lophilum L-O-P-H-O-P-H-Y-T-U-M L-E-A-N-D-R-I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疗剂 那还有一个是Spangea Toaster Spangea Toaster Spangea Toaster是什么呢 其实海带是经过汗的 Toaster 即Toaster sponge 这个呢 可以看到是海带 海草 即是 Spange 是有海产的食物 亦都会有很多的丁质 它是制过的 在同类疗法的疗剂来的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有很多其他的经验呢 是处理甲上线素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甲抗高呢 这个症状比较明显啦 那处理的那个成功率很高的 但是我重心呢 都会用那个同类疗法为主的 那甲上线素低的那些呢 我通常呢 都会用同类疗法之外呢 用一些很基本的营养的补充剂呢 用一些很基本的营养的补充剂呢 用我所说的几样东西呢 那其实呢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呢 的领域呢 是处理甲上线素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呢 是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可以避免大家呢 就不需要用这种三种方法 三种其方法呢 有本身的问题啦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经验都试过呢 很多人呢 经过几年的医疗 初初用那个食西药去按它 那就好了一会儿 接着又复化 接着又吃回 又好了一会儿又复化 两三次之后呢 算了算了 那接着就开刀 开刀之后呢 很明显呢 很快就变成甲上线素不足 长期吃那个Phyroxin 那Phyroxin的问题呢 有时候其实很难调教 就是要吃多少呢 那始终呢 这种的甲上线素呢 是不可以没有的 那万一是什么原因都好呢 突然之间我们 这种药物的供应 断了之后呢 其实你就会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大家要正常考虑啦 始终呢 有很多的方法呢 就是最正确的方法呢 是叫做 令你身体的器官呢 是回复它正常的功能 就不是呢 将那些器官呢 是电死它啊 或者割了它啊 那这些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比较一种劣等的医疗 是 在自然医疗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好的方法 我时不时呢 整天都听到一些 我这些听众呢 会写信问我们呢 我有这个什么什么问题 那我就处理过 西区处理过 成绩不理想 那有什么其他自然医疗的方法呢 其实呢 其实呢 什么问题都好呢 自然医疗的方法有很多的 食疗啊 那个草药啊 和它的疗化呢 其实是很多很多方法的 那我觉得呢 始终呢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呢 首选的医疗呢 应该用一些 杀伤力少 没有副作用 是 安全的方法先 如果那些情况 真的无效呢 你才用那些 就是我们西医药 那些化学药 那但是 老实说呢 如果你是及早去 处理这个身体的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那个 那个成绩是非常之好的 不论你什么的问题都好 OK 那今集好 多谢完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关于甲状腺问题的东西呢 那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完医生 会请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完医生 好 拜拜 拜拜